在湖北 3月下旬鲜活小龙虾 已经陆续上市了 呈现供不应求的趋势 早上8点半 在湖北前江小龙虾交易中心 有商户正在直播销售小龙虾 随着订单分支踏来 一框框鲜活的小龙虾 被分钱称重装箱 我们现在主要是说 我们的一个商用的客户 直接是发到我们餐厅的中端 现在的话 基本上每天的发金单量 是在个四五千斤左右 在湖北前江虾谷快运物流中心 一辆辆大卡车整齐排列 工人们正马不停蹄地装车送货 鲜活的小龙虾将搭乘冷链快车 走进千家万户 目前为止 我们的日交易量在300吨左右 预计我们今年销售额 可以达到130个亿 交易量的火爆来源于市民 对小龙虾的热爱 从3月中下旬 小龙虾开补以来 各大小龙虾餐饮店的时刻 络绎不绝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然后慢慢地进入到旺季的时候 我们每天的虾可能就是 收购量的话 估计就是应该以吨来计算了 最多的时候 我们甚至每天要用个 三四千斤这个样子 就是减净两吨 此外 小龙虾加工企业 也迎来了销售旺季 在湖北一家食品公司 一箱箱冒着冷气的虾尾 正被运出冷库 据负责人介绍 公司目前的订单已排至4月底 在湖北一家食品公司